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8月10号 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 以超强台风强度从浙江温岭登陆 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利奇马给我国多个省市带来了强风暴雨天气 很多朋友都关心 每次台风来袭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被动防灾吗 人类能够控制台风 让台风绕道而行 或是变弱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我国 每年7到10月都是台风登陆的最集中时期 有朋友就提出 人工降雨我们早已实现 为什么不能干预台风呢 其实我们人类历史上还真有不少控制台风的想法和尝试 上世纪40年代 有人提出用军舰消灭台风的计划 但是万炮其轰 比起大自然的能量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在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 有人设想往台风眼里扔核弹 但计算表明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一场中等强度的台风 仅一秒钟以水汽凝结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6颗原子弹 后来美国又先后启动了第一个人工影响飓风的实验卷云计划 和持续了21年的狂飓计划 希望通过波洒催化剂来减弱台风的风速 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了 在狂飓计划之后 没有哪个国家再有如此庞大的人工干预台风计划 就是说人工干预天气呢 只能是相对一些尺度比较小的天气 不是特别剧烈的这种天气 比如说一小块云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打炮 就是波洒催化剂的方式 让它在到达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之前 就让它有一个减弱或者是完全消失 但如果像台风这种尺度这么大的系统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但台风也并非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灾难 它也有许多好的地方 台风能给所经过的地区带来充沛的降水 对于缓解旱情 湿润气候 改善环境都有一定的好处 台风降水是我国江南 华南等地区 夏季雨量的主要来源 正是有了台风才使得珠三角 两湖盆地和东北平原的旱情得到解除 确保了农业丰收 也正是因为台风带来的大量降水 才使得许多干涸的水库又重新蓄满了水 控制台风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还无法实现 但是只要台风生成 我们还是可以提前捕捉 进行预报来规避灾害的 对 我们国家目前发布台风预报的 这个时效是五天 也就是说从我们中央降台的网站上 你提前五天就可以看到台风 就将来会到哪儿去 但是随着这个预报时效的延长 提前五天你看到的这个准确率 也肯定没有你提前两天看到的准确率更高 所以就是说大家要在关注台风的时候 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信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控制台风迄今只是个科学假说 大自然才是我们地球的主宰 但是台风虽然会给我们带来灾害 却也给我们带来了自然资源 相比控制台风 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台风的风雨资源 实现趋利避害 同样值得研究和应用 最后要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 在台风季节一定要多关注台风预警 提前防灾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来搜索您所关注的问题 也欢迎您扫描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